其實我本來想說 如果今天我老婆又是坐在這個平面的話 我本來有準備一個要跟她講的話 很感謝 其實很多時候我上場之前 我都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唱完 有沒有聲音你知道嗎 真的好像奇蹟一樣 先唱四個小時 連續三天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可以到這樣的程度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 真的很值得感謝 心裡滿滿的感謝 竟然可以完成這樣的任務 老婆也有來嗎 那她有給你說一些鼓勵的話嗎 都有都有 這個 小朋友也有來 對 小朋友也都有來 愛太太這件事情 有結婚的夫妻 就是應該要這樣 娶到一個好老婆 真的也是很有福氣 因為跨年好像 還是可以跟歌迷度過一個 溫暖的一個時光 所以也安排著 對 新專輯我自己要錄音的部分呢 這個唱的部分其實已經完成了 應該這個農曆年過後 會有好消息 所以也希望到時候各位朋友們 可以一起聽起來 一開始是和公司的師弟 師妹們 因為他們是公司裡面發片年紀最小的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逃出黑洞 其實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用不同的眼光跟想法 在判斷事情 我第一個想到 如果要邀請嘉賓的話 我想和公司最小的師弟師妹們 分享這個萬人的小巨蛋 那也很謝謝 David老師在台上 哇 Guitar Hero一樣 然後唱他非常非常經典的 你把我灌醉 當然還有一些意外的嘉賓 Surprise 真的是Surprise 像娃娃 像蕭黃旗老師 所以不知道的人還以為 我的演唱會會不會都是嘉賓在唱 不是 是這個演唱會太豐富了 什麼都有 自己也沒有預設到 因為這個演出其實也 很幸運去過那麼多地方 很多歌都唱過很多次 但有時候還是會在一些 特別的時刻會有感受 以前我如果看到有人哭 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哭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是 很多的愛讓你覺得很感動 很想哭的話 我覺得 就不用壓抑他 我覺得人生的低潮其實會是 可能有吧 可能有的人會有一段時間 是特別的低潮 應該是說人不管到幾歲 都會遇到一些挫折吧 因為我自己是歌唱者 我希望我可以給大家 很精彩的演唱會 那在同時間我也很希望 可以真的可以把 我覺得對我生命當中 有幫助的 想要跟我的歌迷分享 這其實是我到不同的地方 去開演唱會的最大的一個動力 每個人都是寶貝 然後人就是應該看到別人比自己強的地方 但同時你要知道 他是寶貝 你也是 我覺得這兩個念頭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會帶給我蠻多的勇氣 我覺得其實我做的事情 其實是OK的耶 比如說我做了這個演唱會 這個演出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的場次也是我人生中 還沒有經歷過的這麼多的場次 但是我在2018年 做這個演出的時候 一開始我是很害怕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成功 可是它後來成為了 事業上面的一個里程碑 第一首歌《一點點點》 後來我們有做了一個東西 就是不停的塞有沒有 它有一個影響不停的塞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內心 如果他忘記愛的話 他的內心那個空洞 我可能是一直填不滿 我好像曾經有想說 要挑這麼 就是刺激的吧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想每個人 可能生活裡面 都會有一些很難過 或者是覺得 過不去的地方 不管一個人幾歲 人生還是一定會遇到 一些過去的事 其實很少 真的很少 但是有過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他就罵我 我很好的回他 還附他一個非常真誠的微笑 結果他就停了 但後來他又出現了 其實我本來想說 如果今天我老婆 又是坐在這個平面的話 我本來有準備一個 要跟他講的話 可是他今天好像坐在樓上 因為我昨天看到他 然後我就說 你是誰 你很漂亮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本來是想說 如果他又坐在平面 被我看到的話 我就說 你是誰 你怎麼那麼漂亮 你來第三天囉 要不要跟我回家 哇 哇 哈囉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Jacky 無憲哥來的 我是乃哥 我是蘭妮 我是小阿姨 我是家瑜雄 我是阿姨 我是阿姨 我是陳美貢 我是桃婷 我是鄭文成 我是桑英騰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Kavin 廖柏雅 我是艾薇 我是蘭 我是立倩 我是林真益 我是自欣 我是林真益 我是小龍哥 聖誕快年又到了 你們想好 聖誕快年要去乃哥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聖誕快年交換禮物嗎 美鳳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 來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或是上三粒新聞網 添加投票 請到三粒新聞網 在投票參加 上三粒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喔 趕快下載 祝你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年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